因新冠状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的情况 县府也宣布社区活动停办 而近期疫情较趋缓 县府也宣布社区能够开始工作 当天县长林明珍也与立委马文君 于南投市方美社区巡视关心 县长林明珍表示 因许多长者都反应社区停办 都只能在家相当无聊 因此也将社区开办 让长者能够来社区活动 促进身体健康 我们新冠状疫情发生后 我们的长照关怀祭典都停下来 管长人出到国乡店 我们老大人都反映 管长人这关怀祭典不快会合 我们这些老大人 一周整天来关怀祭典 做华董来唱歌 大家做会 吃一个中午吃一个午餐 大家到这里很趣 我觉得我们老大人 我们在家做的节目了 所以我们关怀祭典 我们从今天开始 都来开始 开始过来 来让我们这些老大人来 参加活动 让我们这些老大人身体更健康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社区因疫情影响 停办好一段时间 而近期疫情较趋缓 社区也从今天开办 也感谢林县长对长者的关心 将社区开办 让长者能够运动外 也让他们能够一起参加活动 相当欢乐 宝贝小区 我们的理事长的领导居 所有的干部 志工 真正团结 并且也让我们做好 让我们的地方 让我们的地方 做得真正好 还有活力战 中途又煮 美味可口的中餐 让我们的乡亲 食堂吃 因为最近就是 新冠会的关系 的关系 停一段时间 从今天开始 也很感谢我们的理事长 我们的所有的志工 我们的地方就是这样 要团结 团结就有力量 我们的事大者 长辈子都很好 社会对我们的真正好 因新冠状疫情的影响 县福为了避免发生群聚感染的情况 也将社区活动停办 而近期疫情较趋缓 也将社区开办 县议员